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见到也很多了 战争听说过吧 海啸 日本的海啸好像两年前吧 瘟疫听说过了吧 是哪一年 03年03年的时候是SARS吧 SARS就对面 华士大有一个SARS病人 从北京回来的 武大急了 把这个大门给封了 对不对 不能跟他们来往 不允许到华士去 他们是SARS 我们这里是健康人 这是太可怕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 地震 汶川地震 是吧 然后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各种地震 沧江上游 中上游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这些事情大家见得都不怪了 是吧 如果说有什么最具爆炸性 一定是外星人 如果你哪一天抓到一个外星人来 网上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外星人的照片什么东西 看一看就有点不像那个 有点玄乎 不是很像的感觉 是吧 外星人长得什么样 不知道 美女还是野兽 不知道 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也是不知道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关于外星人的印象 主观印象 几乎百分之九是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 对不对 这是没有办法 他在伊斯林他就给你占据了这块位置 我们也有一些好的电影 但是看完了就忘掉了 流芳百思的不是很多 关于生命 我们给一些基本的定义 具备自我复制 繁殖后代的能力 所以说如果一个生命不具备繁殖后代的能力 那没有意义 是吧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争吵不断的 神农家是否存在野人的问题 到现在还在争论 这个东西我想毫无必要去争论 对不对 肯定是不存在 要是存在 那也是现代人被生活所迫 或者种种原因跑过去当的野人 我们有这种人 就是我们知道有狼人 从小由于某种原因 他跑到山里跟狼为伴了 如果有 也是现代人被憋着这样的 或者自己愿意这样做的 因为野人作为一个种群的话 他必须要繁殖 繁殖的话必须有一定的群 当体怎么繁殖呢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有个群体存在在里面 现代人还能找不到他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环境他还能不能适应呢 我们每年的那么多游客 几百万的游客去骚扰他 他还能不能待得下去 是吧 一怒之下 他自自自自己了断了自己 也许 是吧 再也不要让你们找到我了 是不是 难说 第二 具为自我更新 新陈代谢的能力 是吧 我们吃喝拉撒 对不对 第三 具有主动的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的能力 是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代人 这个五月前我夫人家的一个亲戚去世了 正好29号吧 4月29号 有个老太太 97岁 高瘦高瘦 这是很少的 是吧 我相信我们现代人一般来说 活不到那个那么长的久远 因为他们这么待人的话 至少他年轻的时候 不用担心吃的喝的有问题 不用担心空气有问题 底子很好 我们现在是从生下来开始吃喝和空气都不是那么美妙 是不是啊 我曾经跟中南医院的一个医生讨论过 肿瘤科的医生现在这个癌症十几岁二十岁 比比兼四 发病率非常高 是不是啊 原来癌症都到中期了五六十岁才发 就是各种得数积累到一定程度 现在不用积累 因为你出生下来的空气力和射频力就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没有人去强调这个生命的重要性 是不是啊 主动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方面老鼠做得很好 有一个研究成果说 浩子如果吃了老鼠浩子药 他没死 他会跟他的下代遗传出一个基因 这种东西你再也不要碰了 是不是啊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六十年前 关于老鼠药的问题 中国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什么叫老鼠浩子药 当然你们可能还不是很 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关于浩子药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经常街上看到小贩 在浩子药挑一个东西敲的快板 浩子药浩子药浩子药 别人买回去 浩子一吃死了 猫吃了死浩子 猫死了 狗吃了猫 狗也死了 然后那个死狗呢 大家都知道 商贩很多拿拿皮一巴 丢到餐馆 餐馆里面 人一吃人也死了 科学家说 这不叫浩子药 什么叫浩子药 浩子药就是浩子吃了死了 猫吃了浩子药 猫不能死 能吃了浩子药也不能死 这才叫做好药 只有浩子吃了能死 这种药能不能做出来 我不清楚 生命的最小单元是细胞 具备以上特征的物体 我们称之为生命 生命还有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 就是活不活 树活了没有啊 这个生命 小动物活了没有啊 这是一张照片 东虫下草 听说过吧 在青上高原 原先是非常普遍的一种 小型的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 是吧 现在自从中国的有钱人多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 是吧 如果你去群光一楼去看看 有些药铺在卖这个东西 我偶尔见过 是吧 大概是七十万块钱一公斤 七十万比黄金贵啊 据说吃了大补 我不知道 没吃过 但是我有个同事 他们家条件很好 他每天吃两根 那是要相当的那个那个那个底子啊 不然的话你吃不消啊 两根 什么概念啊 我给他算算 至少在一千块钱 一天 那那那那一般人吃不了 吃不起 生命存在的条件 横行有相当的辐射能 当然 除了这个这个自己有钱也可以 别人送也可以 我没人送 行行和横行之间有适当的距离 行行行 行行 具有富养 并且提供防止万辐射的大气层 这是我们人类 按照我们人类应该满足的条件 来进行这样讨论 但是 毕罗斯还要以一态水的存在啊 核实的温度啊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一定是其他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呢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也许其他内地行星里面的生命 可能 基本元素 不是我们的态 而是硅 它构成他们的智商智慧的东西 不是它的脑细胞 就是硅构成的芯片 那好 它们的躯体就是金属材料构建的 对不对啊 然后那个脑子运算发达的不得了 是吧 看我们跟看蚂蚁一样的 懒得理我们 无比聪明 对不对 有可能的 是环境造就了生命 还是生命适应了环境 我记得上一次给大家看过一个片子 片子里面在太平洋三千米深的海底 有一个小型的火山口 水温有两百度的这样子 居然有白色的这些海洋生物 是不是啊 理论上说它不应该存在 因为压力太大了 人无法承受它能承受 温度太高了 两百度 四四度啊 我们人早就被烫死了 它居然烫白了 但是它没死 违背了我们常识 对不对 居然是在纯黑的环境下生命 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 它不需要太阳 也是不容易理解的 第四个 这个火山口喷出来的熔岩 是有菊毒的 对不对 硫化物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我们不敢碰的 碰了那些东西要自些的 肺会三级的 肺功能会三级的 它们都没死 所以说 在这种环境下 怎么会出现生命 环境造就了生命 还是生命适应了环境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张照片 鱼 什么鱼啊 柴鱼 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柴鱼豆腐汤 很好吃的 我刚到武汉来的时候 收入还可以 大概五十几块钱一个月 我们每个星期 一人出五块钱 四五个人跑到校门口 现在的五侧后门那个地方 吃柴鱼豆腐汤 四个人二十块钱 那一餐晚餐是无比的丰盛了 那个时候确实很丰盛 上面有种鱼 这个鱼你们可能见不到 这个鱼我不知道它学名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的记忆中 是存在的 我们把这种鱼叫做呆头鱼 为什么叫呆头鱼呢 它就是很愚蠢很笨 莫纳得很 到什么地步 你看它在池塘里面呆着 你用手把它捧起来 它都不跑 很呆 这个鱼一般来说在二两左右 我小时候上完放了小学的时候 最大的开心是 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到荷塘里去抓 如果能抓到三条 那是太美妙了 三条有五六两 回去用两个鸡蛋打成蛋花 把这鱼洗干净 这个肉无比的鲜嫩 放在鸡蛋里面蒸 非常嫩 我觉得不比现在的河腾差 好吃得很 但这种鱼现在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了 小时候过去的回忆 真能回忆了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有 我回到老家 我回到家里 我只能吃肉 不能吃鱼虾 因为那个鱼虾太狐狸了 我一吃我就要反胃 我觉得这个鱼虾多有味道 在江苏到了南京 南京的鱼虾是从苏北过来的 可以的 在乌西苏州 我都没办法吃鱼虾 这也许当地人 我的父母他们觉得还好啊 没什么味道 我说你们觉得还好 我反正咽不下去 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具备 回老家的可能性了 192010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了有一种 细菌 他靠吃 孙 是吧 批桑 生化物 批桑 不得了 批桑我们大家谁敢吃啊 吃了就没命了 对不对 大家也听说过了 比如说清华大学投毒啊 是不是啊 不但大学投毒啊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是吧 所以我们同学之间互相都发短信 谢谢你 对啊 大学四年你居然让我活着毕业了 是不是啊 生命的起源 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有以下几种 自生说 生源说 太空起源学说和化学进化学说 我们不去追究所有的 我们来看看比较公认的化学进化学说 他认为原始的生命 形成需要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 有机物 合成简单的太化物 水和酸的作用 变成太氢化合物 阳光闪电等 可以使这些太氢化合物 变成简单的有机物 网纳米啊等等 请大家注意 所以这一条我们工程师在实验室里 利用太氢化物 对它加以人工闪电 已经合成了简单的有机物 可以做到 就是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闪电等等可以的阳光 然后简单的有机物随着雨水 快落到什么海洋也好 河塘也好 当水中的有机物浓度 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所谓复杂的大分子结构的 核氨基酸 核钢酸就出现了 那么这些东西出现 就进入第三阶段 核钢酸 氨基酸合成蛋白质 然后核酸诞生了原始的生命 进一步的这些原始生命 又分成了各种非细胞的细胞的 简单的 原核的 真核的 单细胞 多细胞 无性的 有性的等等 低级的 高级的 水深的 陆深的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原来地球上的恐龙占主导地位的 为什么秘局的 现在科学界比较认同的一个方法 大概是六千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创集到了墨西哥湾 一创下来以后 他的灰尘 爆炸 他的各种效应等等 比如说 他的灰尘曾经覆盖了地表 数年之久 导致大量的植物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食草动物 大型的食草动物 恐龙磨的东西吃了 就饿死掉了 这饿死了 小型的 石漏的恐龙也就死了 但后来又怀疑了 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恐龙死了 其他的呢 鳄鱼好像比恐龙还早 它怎么没死 在水里可能强一些 是吧 这个是一方面的去说 研究表明 今天生活在地球上 已经缺知的生命物 有170万种 加上没有被发现后 已经秘诀的 地球上的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我们现在人类破坏环境的 速度太大了 秘诀的物种 比新产生的物种 来的快的多的多 请大家注意啊 新的物种不是说 是一种变异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个照片 看到没有 这个羊头上长了很多脚 这是基因变异的 不是一种新的物种 我们经常会听到 哪个国家产生 有一个什么连体因啊 还是美人鱼 听说过吗 美人鱼好像后来手术不成功是吧 美人鱼就是生下来 他的腿 两条腿之间连在一起的 没法分开 然后两个脚板 就相当于鱼的尾巴一样的了 是不是啊 好像人想把他 医生想把他分开 但是好像这种可能 但是也有很怪怪的 两头人见到没有 双头人居然已经 学义有成 还是要到学校就当老师去 我想想那个上课 白天上还可以 晚上一上课的话 学生要被 吓得不太吓死了 是吧 病人他两个头都有表情 对不对啊 一个脖子上 这个头这样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头 网上你们可以搜搜照片 是吧 是两个人是吧 同一个身体 我没仔细看 是两个头 一个身体 共用 那身体到底听谁的呢 比如说这个A说他要去吃饭 B说他要睡觉 那怎么办呢 等等等等 我都不知道啊 比如说他们要两个人 发生毛的要互相打架了 怎么个打法 然后那个一个人说 我一刀把你个腿个剁了 到底谁动手 到底用手剁哪一个腿 那很怪的 这个东西要分析起来 很有意思的 是